本案發生在111年6月3日凌晨1時23分區 本分局勤務中心接獲民眾報案 只身在高雄市前津區瑞源街與南台橫路口 發生青少年聚集案件 經由本分局啟動快達部隊趕到現場 發現人潮已山去 只剩下一名傷者在現場 身上有多處差錯傷 經送醫治療後 胡大愛以帶回製作筆錄 經本分局偵查隊與前進分助所組成專案小組 根據監視器以車追人 連夜在高雄、岡山以及橋頭等地 一共查獲吳姓、邱姓以及蔡姓三名犯嫌大案 並在涉案車輛起貨棍棒等屋 確案徵診後 一、刑法、妨礙自居罪、傷害等罪嫌 以送高雄地檢署偵辦 據了解本案是一起網路 縱紡、引發的護腦案件後 在鄉月市上述地檢展開談判 議員不合後才引發鬥歐案件 警方在此呼籲民眾面對 糾紛要理性面對 若以暴力相向 警方絕對依法就辦 絕不寬待